我很棒的 一個重擊出拳 這樣對方割倒在地 用腳鎖喉讓美國老根本無法還擊 頭部還被多貓了好幾拳 最後狼狽出場 光頭老在格鬥場上失憶 被指控利用選手身分 在網路找台灣女生一夜情 還涉嫌偷拍性愛影片 社群網站上也相當高調 全都是和美女的合照 尺度也相當大膽 一下喇雞 甚至不少裸露十八鏡的片段 絲毫不避會外界眼光 重点还在色情网站上贩卖 涉嫌偷拍台湾女生后 利用情色片段来牟利 专业格斗选手的光环下 其实是只偷拍射狼 绰号败犬的美国综合格斗季选手 现今32岁 比赛成绩并不出色 因为旧伤复发 从MMA中隐退 却将与台湾女生的私密影片流出 台湾界格斗选手 看不下去 下站铁要他踩工 台湾散打好手张景雄 有金刚刀的封号 才是萧淑胜的绯闻男友 不仅有较好的精壮身材 更是K1格斗拳王的冠军 不然台女被利用 让她气得在脸书上发文 感觉台湾人被践踏了 我思考许久 认为该跟这位格斗选手 好好的打一场 我金刚刀 希望在7月RFC的格斗场 与这位践踏台湾人的选手 做一场铁龙的战斗 遭指控的败犬跨海否认偷拍 指控女生都知情 但流出的影片还贩卖 已经违法 表现普普打不出好成绩 却成了偷拍射狼 还侮辱台湾女性 引发众怒 记得许志明宋香凌台北报道